八段 跟他一樣答案有幾段 不一樣答案有幾段 我不是找到八段 那你找到幾段 沒有沒有沒有 欸那你剛剛講啊 只是首段 稍微舉一下 欸不可以這樣子喔 舉手就要回答喔 好 八段是正確答案喔 答案對了對不對 好 比原答案最右一點 好 自然的話有八段 那絕對不會找大意的時候呢 也用八段 就是分別去找最后在組 其實我們會把它規避對不對 等一下呢你要做的工作 就是找完段或大意之後的規避 就是把他們講的內容 如果很類似的把它規避喔 好 那我們在規避的時候 也有一些方法 我等一下做到規避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提醒大家 自然的段或大意是等一下 我們每一組主要進行的工作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看 自然段的第一段的關鍵詞 可能有哪些 就是因為它有八段 可是我們只有五組的段 所以其中有一組會被拆成兩組 對 有一組特別大的圓 把它拆成兩組 然後呢其中第一段跟第二段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找這樣子 好 那在找這個關鍵詞之前啊 我想要發另外一篇文章給大家看 好 這一篇文章 好 請大家先默默 先看一次內容 看前面不要看過 前面很清楚 好 看完這邊文章之後 我有很多問題想問問問 好 我現在要給大家兩分鐘看一下這篇文章 然後跟特文做一個比較 老師妳要不要把椅子搬出來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妳歡迎我們 薇薇妳要趕我們走 可以喔 可以喔 對 薇薇妳要叫我們走 對 薇薇妳要叫我們走 謝謝 謝謝 我們來 要不要幫她看一遍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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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爸爸 好 好 下方請坐 好 妳也許會覺得 怎麼老師又發一遍 跟課文怎麼像的文章給我 一點都不像 一點都不像 裡面講的跟課文上的都不一樣嗎 文章不一樣 主題差不多 但是什麼東西不同 我們講到四個字 老師非常喜歡 描述的方法不太一樣 對不對 那內容其實還蠻接近的 可以講到的都講到了對不對 可是講法好像不一樣對不對 所謂的講法就是剛剛紀元化說 描述的方式不太一樣 好 大家很喜歡加油一點 能不能知道大家加油一點的機會 首先 這天晚上你覺得是誰見的 你說 老師 怎麼那麼聰明呢 這天我這樣做的就是 我 是我改寫的課文 那我為什麼要改寫這課的課文 為什麼 我有幫大家摘重點嗎 有嗎 他比課文稍微短一點點 但是不至於大意思這麼長吧 我是不是用了不同方式去去做這一課 對不對 好 那你來比較看看 這一課跟我所 我所改寫的有什麼不一樣 跟我所改寫的內容有什麼不一樣 好那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課文 課文它可能是按照什麼東西的放展來寫的 我先說課文 歷史 探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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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課文可能是按照什麼來寫 來迅速 有一個人說對了 可是你還要大聲一點 他說時間 請問你根據的理由是什麼 從課文文本你可以哪裡知道 他是根據時間 第二段 他說民國六十五年 民國七十一年 接著又說民國八十五年 民國多少年 這很明顯是按照時間的什麼來寫 財力 順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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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照時間的順序順序來寫對不對 先從一開始的民國幾年開始 六十五 然後一直迅速到他後來的七十 七十 最後最後的時間點是幾年 八十 九十 九十 對不對 他迅速的這十幾年間 哪一個地方被發現的經過 海底層層 海底層層被發現的經過 而且是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卡列 因此他 是什麼文 迅速文 他用時間的先後去繼續 但是請你再打開 老師提供的這篇文章 他不是特文好 那就老師寫的這篇好了 老師改寫的這篇 好像時間點就沒有那麼的明顯耶 那他是用什麼來排列的 好 接著看第一段 第一段你怎麼可以講出 他說的重點是什麼 兩個字或一句話就好 第一段他說什麼 好 第一段主要描述的內容 是等於兩個字或一句話 好 誰說說 所以他在講足跡語叫什麼 來 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很好 他在講足跡語位在什麼地方對不對 他第一段在講地理位置 他第二段 第二段稍微長了一點點 但是這一段感覺跟特文好像就還蠻像的 第二段可能在講這個層層的 你們答 發現的過程 發現的過程對不對 被探索出來的過程 發現的過程 這是第二段的重點 好 那請你這一個看第三段 好 我給你答優點 好 第三段所講的主題 誒 陳前虎 特徵 特徵 誰的特徵 那個這個建築的 建築的特徵 陳前的建築結構以及特色對不對 好 他都講到特色兩次 我覺得他已經有抓到重點了 陳前虎優點 建築的構造以及特色 就是他有哪些 溢於自然現象的特徵 好像最後一段 好像跟特徵也有一點點的關係 我要找一下 跟著我講 今天有很多發言 對 劉建築可以嗎 可以嗎 好 下次再說 劉炭翔呢 好 下次再留學 那 劉炭翔一定可以的嗎 對 兩派學者的 他覺得認為的 認為的 認為的 陳成 再修认一下 不同學者對陳成的 看法不同 對不對 不同看法 好 這是不同學者的不同看法 但是他們 其中有一塊非常跟特文一樣 很肯定這個陳成的什麼 成在於價值對不對 所以跟特文有異曲同種之妙 好 那特文比較簡單 他是直接用時間先後 一直排序下來 他什麼時候發現到哪個程度 可是老師把他改寫之後 第一段再講陳成的第五位置 第二段開始描述發現的做成 第三段是講這個陳成的建築特色 發現只有發現他的特色在哪裡 然後最後是不同學者的不同看法 以及肯定他價值的部分 那你覺得老師所待寫的 可能是一篇什麼文題 來 張旭姐來講 說明文 贊同的舉手 好 我要請你們說出你贊同的理由 不可以盲目贊同對不對 好 我要請蔡玲 14號 他在說明關於陳成的相關資料 他在說明關於陳成的事件 他覺得值得為大家介紹的部分 所以蔡玲很特別強調說明這兩個字 而不是在敘述他被發現的經過對不對 好 蔡玲講得非常好 好 到目前文字加入給同學請 高高下個條 好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這篇陳成的繼續文 我們大家可能會誤問他是說明文 但是他是按照時間接候順序發生的繼續文 他在找繼續文的大意的時候 都非常的重要 他的時間點要點出來 所以等一下 好等一下 時間點就是重要的文本線座